在长乐路上有一家不太显眼的家常菜小馆子 帅帅精致家常味 而致力于要把家常味做得精致的帅帅本人 其实是一位重量级名厨 帅小健 诺来是游艇会行政总厨 更是户上乃至全国许多电视节目最爱邀请的大厨之一 像谢霆锋的风味就是由他担任美食总顾问的 讲精致就是把它做的 一定要干干净净 菜干干净净就是说我们说就不会拖泥带水 我每一道菜里面我总选色 它一道菜的颜色是不能超过三个 就能够简单就简单就大到质减 做了十几年 诺来是游艇会高端餐饮的帅小健 期间创造出了四千多道美食 因此普通的家常菜在他手里也变得赏心悦目 巧思满满 将醉屑做成六分熟 兼具熟醉屑的高香四溢和生醉屑的爆浆口感 松露香美琴盐田虾球的虾肉要筛打二十多次 极致的Q弹 然而有一道没写在菜单上的隐藏家常小炒 是只有老客人尤其钟爱的 土豆丝 因为吃点土豆丝我一定要尝尝 就比如说我们在就是其他地方吃也会点土豆丝嘛 但可能他会吃土豆丝可能没有那么脆 老板的这盘土豆丝可能特别 甚至不少美食界的大咖都要专程来吃这盘土豆丝 我入口之后脑袋里关于土豆的记忆几乎被清空 所以这盘土豆丝到底有什么奥秘 因为土豆丝这道菜呢 其实对我来说意义不一样 就是我是一九九一年十月份 去的浙江湖州 我还有个机会我就去了一个家店 其实这家店呢 它其实就在国道旁边 人家小店 就是土厨师啊 就是也没有什么培训过啊 我说你拿手菜什么 他说我拿手菜土豆丝 我说土豆丝我说我先炒 我就打到厨房间切切熬了 之后我就炒了一炒这个厨 炒了之后那个师傅 炒得真好真好 自己觉得很漂亮 然后过来后呢吃了一半 我说你进去炒一个吧 不然你土豆是好吗 在我的一再生意下 他就到厨房去 切切好了之后就炒了 后来我一吃了之后 我就自己一下就瞬间打脸 真的打脸 完全不一样 首先他的就吃上去 我们能吃到土豆的香味 第二 脆感 第三呢我们能吃到土豆的鲜味 而我做的那个土豆呢 其实就是 一盘土豆 我想美食是没有重程度的 每个人都是 你吃习惯这个 但是你吃到更好吃的 你马上就向我更好吃的东西 毫不夸张地说 这道土豆丝 不仅做出了黄瓜酥的爽脆口感 更厉害的是冷热两吃 风味各不相同 帅大厨表示 要做到这种标准的土豆丝 以下几个关键点一定要掌握 第一个也是我们平时最容易忽略的 土豆切丝 不能切得太细 就是比我们正常的那个牙签 稍微粗一点就可以了 不能太粗 太粗的话 它总是在过水的时候 它那个外面熟了 它里面划不多 接下来给土豆丝泡个冷水澡 因为这个土豆它是含淀粉比较多的 如果不马上泡到水里 它马上会氧化 氧化就会发黑 最后将其他配菜也切成丝 第二个关键点 土豆丝焯水 它在做的这个土豆丝 我就看它炒 它是焯水 但是焯水 你放多少水 你用多少土豆 这个也是有比例的 你如果水放得少 土豆下去 它其实温度是下来 所以焯水的水量一定要多 乘满满一锅水烧开 我在里面放一点点的白醋 水里面 白醋它会让这个土豆 地粉会快速地释放 还可以让它脆 土豆丝下锅后 要严格把控焯水时间 三四秒钟 好 迅速地让它放到里面 抱歉 大厨的动作实在是太快了 我们的镜头都有点跟不上了 其实我是在看它的状态 它土豆丝 慢慢慢慢它会 从土豆颜色 它会变透明状 一有这个透明状出来 它就熟了 就赶紧要出来 所以这个时间就是风秒比真的 详细总结下 就是焯水三到四秒后 马上捞出 放入冰水中浸泡半分钟 第三个关键点 爆炒土豆丝 和往常炒制过程中 调味不同的是 这道菜一定要先调味 我炒的时候因为我要快 我如果用辣椒爆油的话 就太辣了 这个辣椒的味道会抢 这个土豆丝的味 一点点的糖 锅中放入桌油 烧热和下土豆丝 这里绝不是大厨忘记拿炒勺了 而是做这道菜 筷子比炒勺还好用哦 炒这个土豆丝呢 像正常一般在饭店里 你去看好了 基本上99%的厨师 一定会在炒的时候 他喜欢翻锅嘛 他一定会起火 这个土豆丝只要有一点火性 这个土豆丝就废掉了 它这个土豆丝就是薅的 它就有薅味 我们也叫有薅米道 哈拉味 有那个味 以前我们自己炒的时候 真的是 就这个小细节根本就不关注 所以为了防止炒勺 将土豆丝推得太高 见到火星 必须用筷子快速炒拌15秒左右 接着将锅子离开炉灶 拿到旁边翻锅3-4次 用余温加热 这道菜就马上要盛出来了 土豆丝 这是一道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的家常菜了 但是想要做出点明烫 还是不容易的 不能差一分一毫 接下来这位大厨 我可以想要做这个